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5月的读经challenge 今天已经去到第20日了 我们还有两天就可以完成这个诗篇的第119篇 昨天去到第19日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节的经文很喜欢的 就是诗篇第119篇第151节 他那里这么说 耶和华 你与我相近 你一切的命令尽到真实 好 我们今天会继续看诗篇第119篇 我们会看第153至第160节 我们先一起来读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 答救我 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 求你为我便屈 救赎我 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救恩远离恶人 因为他们不尋求你的律例 耶和华 你的慈悲本为大 求你照你的典章 将我救活 迫迫迫我的 逼迫我的 抵挡我的很多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道 我看见奸恶的人 就甚增乎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 你看我怎样爱你的分辞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 你华的总刚 是真实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 是永远长存 好 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其实跟昨天都很相似的 这一段经文都是说 这个诗人很切切很逼切地求神 去脱离他的苦难 这一段反而是更加逼切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是写一开始的时候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 答救我 求你为我变屈 救赎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样说法 他很相信神的话 是可以将他救活 所以在整整八节的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出现了三次 就是将我救活 然后就是154节将我救活 156节将我救活 159节将我救活 其实这几节的经文 都大概已经给了一个idea 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都是求主 借着他自己的话 将诗人救活 救活的意思 其实我们待会可以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几个的救活 这个字可能在中文译出来 有些是说救活 有些是使我全活的意思 但是其实我想一个更加接近原文的意思 就是好像是一个复苏 令到我们更加的奋兴 令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revive 就是好像人家那些奋兴会 或者是一些陪灵会 更加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奋兴过来 其实他这里说这几件事就是 因为作者很清楚知道 他面对着有很多的苦难 有很多的恶人 有很多的逼迫他的 敌挡他的人 很多 很多奸恶的人 你会看到整节的经文 整段的经文里面 出现了很多这些恶人 很多这些苦难 情况是很危急的 但是好像神都没有什么做事 就是诗人不断在寻求 但是神好像只是听 但是都没有做其他事情 那究竟诗人如何去面对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继续看 因为第155节他说 救恩远离恶人因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 如果回头看 就是救恩会临到诗人的身上 因为他是专心 一心地去寻求神自己的律例 第156节他就说 耶华说你的慈悲本为大 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 典章有些就是译造神的一些律例 他的Loss 这样 在这一段的里面 不单只是说律例 还会说是他的训词 那么我们 在这里看的时候 似乎就算神有没有答应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有没有立刻 弄一个垂垂垂垂 将所有的恶人消除都好 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 就算面对多辛苦 多苦难 他依然的去求主 用他自己的说话 用他的典章 将我奋兴 将我救活 将我复苏 将我的生命复苏 生命复苏 有时候我们都会明白 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面对着很多这个世界 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这样祈祷 我们求神 你帮我变屈 你求你帮我去 新变 有些新疑本 这样说 你帮我新变 将我的案件去新变 或者求你让我看到 你自己的公义彰显 或者我们有时候看新闻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 看新闻 我们看了很多 很不公义的事情 看到新闻 很多全部都是一些的恶事 我们看不到真理 但是 其实人的心里面都会很害怕 无论是面对着我们一些的恐惧 面对着疫情 面对着一些的恶法 面对着一些奸恶的人 面对着很多 很不公义 有时候撒旦就是要我们去惧怕 有时候撒旦就是要我们去惧怕 令到人是在他的玩弄底下 在撒旦的权势的玩弄底下 令到他们这些人得不到救恩 好像刚才我们看155节 他这样说 救恩远离恶人 同样的 神很清楚知道我们有这些的惧怕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特别跟我们说 说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要求神什么 我们求神是 不要叫我们遇见事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当我们在看诗人的 这些119篇的时候 他所写的 就会发现他的祷告当中 也都会有这个出现 就是一直在祈求神 救他脱离恶人的一些的网罗 或者我们去到这一刻 是看到有很多不公义 有很多的恶法 有很多的未知之数 或者有很多的恐惧 神好像还未施行拯救 好像还在那儿 好像冷眼旁观那样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同样的我们在私人的身上学习到 神不是坐视不理 我们知道神的律法 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神不单止是 他自己的说话就是公义 而他根本自己就是一个公义的主 所以我们看到诗人说什么 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好 你看看我怎样爱你的分辞 我就求你照你的慈爱 去将我救活 因为你的话的总干 总干就是真实 这个是个truth 有时当我们看到这些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我们要跟随些什么 就多于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那些不是真理的一些废话 你是一切公义的典章 你是永远长存的 这个是给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一个很大的保障 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神是公义的神 神的一切公义的典章 或者用典章或者他的法例 他的律例是公义的 这件事我们需要明白 深深地知道 当我们求神的时候 就好像当日的诗人去祈求一样 同样的 我们今天都同样需要抱着这种心态 他就告诉我们知道 就算恶人来到 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不能够拿走的 因为我们相信掌权的依然是神 好,我们今天的灵修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个 Frage 句话 是的 下一个